大家好 升旗得道 今天是2024年6月6日 今天是星期四 來到星期四的晚上 香港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詳細揭露最新的事實 今天也來到農曆年5月初一 終於來到農曆年5月 而接下來的5月初五 即是星期一 勢力時間是6月10日 就會是端午節 即是說 正式應該是進入嚴嚴夏日 這一節我們要跟大家繼續說香港 最新的時事 不過這一節是八卦時事來的 不過我們也說過 是有公共性的八卦時事來的 發生甚麼事呢 話說又跟這個 是全港 被人聲討 最新的可伯和何太有關 因為 據說最新的可伯和何太 又開直播 而這次 開直播的內容 是要向這個 是要討回這個 是亡妻 的首飾 這節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各位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各位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方法非常簡單 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再加手動點擊 就是這麽簡單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我們也誠意邀請聽眾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我們 會有特輯節目放在Patreon頻道 而由於 是時代革命臨近 所以我們選擇了 是回顧特輯 不是大事回顧 而是 用我們的角度 再加上我們裏面當中 對那個所謂叫做反對派政圈 裏面的形式 是跟大家詳細揭露 當中各大山頭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的種種計算 同一時間 亦 還是要詳細檢討 時代革命 光輝的東西大家就說得最多了 到底有甚麼黑暗東西 說的黑暗不是政府 政府的黑暗當然是人盡皆知 現在在說到底 在一場 大型的社會運動裏面 到底有甚麼 必須要被揭露 目前特輯我們只會放在Patreon 做專輯 暫時也不會對外開放 希望各位 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基於公共性的 原因我們可能會選擇一部份 在幾個月之後 才重新上載部份上YouTube 我們回來繼續研究 全港的焦點人物 叫做 何太和何伯 這個 何太和何伯 基本上現在可以用狼狽為姦來形容 因為其實他們從一開始 把事情罵大 罵到想東張西網 其實來來去去不外乎 就是 跟錢有關 當初 事情罵上東張西網 就是想 聲討自己的兒女 聲討自己的兒女 由於結識新歡 這些兒女竟然把他們的錢 全數禁走 把這個可白的錢 最初 想去東張西網爆料 希望威脅 這個子女就範 把錢交出來 誰知這個輿論 是一面倒 聲討新河太 所以 此料不及 更加此料不及的 是這個 可白何太更加成為了全城焦點 到今天 仍然未減退 由於被這個TVB 跟東張西網吃到盡 所以這個 可白何太 是決定 是肥水不留別人田的 將自己 的 公眾聚焦 不要再放在東張西網上 放在自己 的抖音上面 所以他們現在 是做直播 但大家都知道 除了 繼續追這個 兒女 的錢財之外 基本上 是沒有其他內容的 再不是 直播 是這個 濕民 最新 在6日 今天 何太再在抖音 跟可白 開直播 說要交代 可白 亡妻 的首飾 為物的分配 可白就說 他亡妻的首飾 是多過我現任太太 而且 還有些首飾 手鏈 還有鑽石戒指 也都在 還有 翡翠手額 翡翠手額是放在骨灰鵪上 而其他的珠寶首飾 就說 是放在這個 子女手上 保管的 他說 這些 是我送給 亡妻 的禮物來的 他現在 聲言要拿 在直播裏面有不少的網民質疑 說 為甚麼你送了出去 為甚麼要拿回呢 你送了給 你的前妻 他說要拿回的 因為 那時候 他 沒有夾慢 所以就放在 女兒那裏 而他 也拍到當時有單有據 而這個 新河太 也是加入的 情緒表現相當激動 說為甚麼網民要攻擊我 又說我貪心 很難聽的說話都說得出的 那你真是貪心吧 可伯就出來強調 說當時的首飾是托管 是放在子女那裏的 不是送給子女 只是叫她 保管的 所以 那些東西 全部現在在他那裏 既然是亡妻的東西 他說要歸回我的 這個時候新河太 繼續讀這個網民的留言 他說你這個小女 是最黑心腸的人 你用不需要問一下亡妻的意見 可伯就回應 說亡妻 一定會知道和明白他的 說因為 他買來送給亡妻 所以 這個 產權應該屬於 可伯 由於他 兩個其實 說話 也是非常之是市井 即是一般基層大眾 所以字眼沒有那麼專業 所以經常 就是普通人說話會出現這個問題 就是他跟他說他當日 說 他這樣 即是甚麼 誰跟誰說 說他甚麼 誰是他 這個就是一般人 平時說話 的問題 就是根本聽完一大論之後 也不知道誰打誰 現在可伯就說 一定要出來爭奪 這些首飾 說足足有十幾兩金 網民再問 到底你想拿回首飾之後怎麼用 他就說要放在自己身邊 有需要的時候才會用 然後這個可伯和何太 又再說 是450萬養老金的問題 說到那450萬就是給女兒 全部提走 可伯就說他堅持一定要拿回 他更加說如果他拿不回 屬於自己的錢 他死都不硬幣 更加爆出金句的 就是說養到他們那麼大也沒有用 養到他們18歲 都不會報恩 可伯和何太更加是異口同聲 就說他們沒有錢 只能夠 申請發援 典型的內地 女士來到香港 不過 典型的案例 是內地的女士下來 嫁給了香港人的老公 然後申請離婚 再爭奪 香港的公屋 他們 是大量地能夠申請到發援 香港現在基本上 法律援助 就是徹底淪為 新移民 爭奪香港資產 的工具 他們繼續 在直播上聲言說要給足時間 這個小女 將 錢 和首飾交還 不然 到最後就是要法庭相見 說回這個問題 雖然 我對這個 可伯和何太 為人當然相當不值 但是 這是法律上的問題 如果 產權真是屬於這個可伯的話 除非 你有很充足的理據 否則這個小女 私自把財產提走 其實也有可能 觸犯 刑事罪行 因為你要知道 並不是你說有良好的意願 就可以無端端 挪用其他人的資產 然後幫他保管 除非 香港法例全部更改 否則 肯定 在法律上沒有依據 既然這個可伯和何太實牙實恥 說得有齊齊證據 到底 那些錢是屬於誰 應該 他可能掌握了部分的文件證據 即是說這個案件對小女 應該是不利的 這件事是意外地 是成為全香港非常關注的焦點 如果有新消息 我們一定第一時間跟大家詳細再講 我們今節跟大家暫時做到這裏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很難 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才可以來英國 為一些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我們會先做一個月的一段時間 巨大了 我會先做一個月的地下 價錢和黑池的水 非常高 帶動位置